在這裏, 直到入黑, 彌敦道的交通全部癱瘓 人群愈聚愈多, 終於觸發一場騷亂 部份人乘機搶掠商店 很厲害 蘇聯發生之後兩個小時, 警務處長韓以利在電視上出警報 韓以利說, 警方會用堅決的手段來對付支持分子 最後呢, 就要對這些非法的歹徒來說 不論事情是怎樣, 就算的士造成什麼不便 但是如果造成這些刑事行為, 這些非法歹徒絕對不能夠容忍的 警務處長李君霞說, 她家被劫是一次不幸事件 不過並不等於香港的治安差 她說, 警方是會繼續盡力打擊犯罪分子的 蕭錦恆報多 李君霞早上出席王竹坑警察訓練學校結業禮之後 對記者說, 她的住所昨天被劫, 是一件不幸的事 這一次的事件呢, 就是有少少疏忽的 因為那個工人呢, 未查清楚, 就開門給人進來 那便損失了那些財物, 是不幸中之大幸呢 就是我太太和那個... 非傭呢, 都沒有事, 沒有受傷 李君霞說, 她家裡御劫是一宗個別的事件 並不等於香港的治安差 她說, 警方是決心打擊本港近期的犯罪活動 例如在上星期, 警方採取了一個叫做 黎庭掃穴的反罪惡行動 拉了三百幾個涉嫌罪犯, 其中三十幾個是通緝犯 另外又拉了六百幾個非法入境者 行動中, 亦都起出了三支槍 涉及三十宗爆竊案和五十宗劫案 我可以再三聲明, 我們對付罪案 一點都沒有鬆态, 亦都會加強 以後呢, 我們也都會繼續採取同樣的方法 至於李君霞在馬幾仙峽道的住宅 門口今日就有警員在這裡把守 無線電視記者蕭錦恒報道 終於在廣州樓二十七樓走廊, 拉了一個疑犯 又在二十七樓一個單位, 拉多三個男人 並且起出一支AK-47步槍, 四支手槍和四個手榴彈 現場的情況到現在才比較穩定下來 到了九點, 一輛警方衝鋒車上了平台 將四個疑犯載走 稍後, 警務處長李君霞坐直升機 到達荃灣中心上空, 換船幾個圈之後 去了楊屋道球場, 轉搭警車趕到荃灣中心 李君霞巡視現場和嘉許參加行動的警員之後 對記者說 對記者說 李君霞巡視現場和嘉許參加行動的警員之後 我們也監視了一段時間 到今早開始採取行動的時候 遭遇到很頑強的反抗 警察的表現也很英勇 在整個過程裏面 就有幾個警察受了傷 太好了 面對年初的鞋劫案浪潮 警方決定改良裝備 而且加強和中方合作, 打擊罪案 警務處長李君霞今年兩次訪問北京 和中國公安當局直接相討 好, 預駕親征這個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你自己看吧 為了盡快解決問題 警務處長李君霞多次北上 和中國公安當局商討加強合作 倒截黑槍流入 阻壓匪謀越境犯案 和解決中港走私等問題 中港政府還協議派駐大陸公安人員來香港 擔任聯絡工作 而在劫案裏面受傷的三個警員 其中一個是受槍傷的 已經送去馬荔醫院治療 目前情況上好 而另外兩個警員是被手榴彈的碎片炸傷 另外還有一個金浦的職員 和一個徒人受了輕傷 警務處長李君霞和港島區指揮官王燦光 艾曼道馬荔醫院探望受傷留意的警員 還帶了藍生果送給他 李君霞說 警方近期加派大批警員上街巡邏 現在可以看到成效 而且那些警員也都表現英勇 這一次呢 不幸中之大幸 警察受傷是輕傷 市民輕傷也是輕傷 受傷也是輕傷 匪徒用了一個手榴彈 就是一個鬧事裡面用手榴彈 這種暴行我們不會容忍的 也都會積極來對付 這段由觀眾拍到的錄影帶 可以見到預結金行梅外的情形 還聽到一些槍聲 情形的策sych 約1、2、1、2、3、2、1、8、1、3、4、1、2、1、5、190 從何年到最後 右邊的男人舉槍向前霸風 而左邊的賊協持著一個女人做人質 賊人前面拍了一部的士接應 得手之後上車逃走 在距離金行幾十米的燈打市街和尼短道交界的一間標行門外 就見到一個女人躺在地上 身邊流了一大灘血 還有一袋物品 沒多久就見到有警員到場 首先看一下女人的情況 接著就叫上級增援 女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 至於金行劫案的現場 事後就有大批警員到場調查 警員全部都拔出配槍戒備 氣氛相當緊張 無線電視記者葉維文報導 而三個賊在離開現場之後 曾經在旺角九龍塘土瓜環三個地點 和追捕的警員駁火 警方說那些賊總共是開了二十槍 警方就開了十七槍 不過警方強調 在金浦案發現場只是開過一槍 而警務處長李君夏 在案發之後也有到醫院探望受槍傷的警員 學富豪報導 李君夏在槍戰案之後到廣華醫院探望受傷的警員 之後他向記者表示 劫肥和警方人員先後兩次拼火 很不幸有一個女徒人 中槍 那個已經過世了 一個警察 當時第一個到場的警察 也中了槍 他的腳 左腳中了槍 穿過肌肉出去 傷勢很輕 警務處長李君夏的槍法是怎樣 看他練習的情況似乎是不錯的 不過他今年遇到另外一些風波 就是議員要求他出售一號車牌 增加政府的收入 但是李君夏不肯 為甚麼一個車牌 是可以令到警隊受到這麼大的損害呢 我們有很多優秀的男女警員 他們在街上巡邏 如果他們看到一號車牌的車 在街上行走的時候 他們的士氣就會大震 給他